呦 看看这个 车上这个大肚子 带了一窝 哎呦呦 这不编目嘛 编决模样前 这干啥 这睡着了吗 这是 这狗怎么那么赖 你没精神啊 你看摆在哪里就哪里 正常活泼一点的小狗 你把它这样一按 它四个爪子乱动 乱蹬位 是吧 嘴乱 头乱摇 嘴乱摇 你这咋回事 我的天哪 长得还不赖赖 你看 身上不花 看看 通伯通辈 气白三通 哎呦 我去 这 哎呦 我去 这放哪里 哪里 除了花色好 其他的精神一点也不好 放这里都不动了 这咋回事 这天也不热呀 不像中暑呀 这干啥 哎呦 我去 这这 这几个怎么那么赖呀 这狗多大了 啥都喂狗粮 啥都喂狗粮 我说这狗 多大了 这个狗 40多天啊 有点小 有点小 有点小也不行呀 没有精神 花色长得到挺漂亮 你看 哎呀 看 花色到都都还说的过去 有点瘦 状态不是特别好 哎 你看 你也睡下了 哎呦 我去啊 这排排齐啊 这是放在这里 就睡在等 那两个抱过来看一下 这一共就收着四条吗 这四个人 你有办法 这四个 四个说真心话 我也要不玩 这条呢 哦 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跑了跑了跑了 感觉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 这条不行 鼻子有点干 哎呦 我去啊 这条呢 这条脸倒是 这几条狗脸倒是不错 这狗多少钱 九百块钱一个 要完就是八百 哎呦 我去啊 那条长得不错 真心话 就是看这一条也行 这几条 总体都说的过去吧 出这条没有通 不通吗 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人家去比赛的时候 赛场人家只看股价体型动力 然后还有这个毛量 对吧 他不一定是非得花色来讲 才叫好 这几个条狗说这句话 但有一点不好 就是精神头不好 成年以后这家伙啊 智商能达到六岁小孩能智商 非常的聪明 在很多网上的博主分享 那编幕 那都都能把把子人给卖掉 这四条小狗都给你要完 呃 一千五百块钱 你还行吗 啊 啊哈 我是鲁班的徒弟啊 我当然会拉 我做木匠的啊 这四个都给你要完 你给个实在讲 啊 三千 三千那还不到六百 一个呢 你说啊 你看两千块钱能不能要 两千块钱能不能要 啊 两千也不行 说真心话 你这 要是好的 精神好 打完两阵 这一条就得卖一两千 但是 就是月份小 再加上精神不好 精神头不足 这狗我也不敢要 这个如果我也没带测板 要测测就好了 这狗 说实话 这个价格倒真不贵 我再给你吹一句 行不行 就按他刚刚 这个光头刚刚说的 光头小哥说的 2400块钱 你看行不行 600一个 啊 600还不行吗 这狗说真一话 再贵的话就没啥意思 因为太瘦太小了 精神也不好 如果要精神好 别说800就是1000一个 这三个这三通的 我也敢要 对不对 你这有点瘦有点凶 状态不好 要状态好的话就多给你了 行不行 最低多少 我听一句 少3000不卖 3000有三个三通的一个正开人的 说真心话 价格要的也不是太贵 你这样吧 3000我给你 你给我再打一针疫苗 再养20天 你看行不行 哈哈哈 你卖了 你看这价格我也没讲你的 对不对 你说这给我养一养不行吗 再打一针疫苗 哎哪100多 那这没法说 那你那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就我现在暴走是2400块钱 啊 都不行 那不行我看了 今天这个狗买不成了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我现在就不要了 我现在就不要了 那我就不料了 自己俩都不择了 我现在就不要了 我现在就不要了 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